今天的好運甲套套 我們要帶你穿越時空 探索不一樣的驚奇美味 阿翔 你... 你在做什麼啊 我要學神龍士 長百草結你的浴火啊 暖呼呼的吐駝魚羹 湯頭清甜 魚肉鮮美 開店六十年來 吸引了無數粉絲 好像在海洋中這樣漂浮的感覺 還要逛逛古宅 鑑定風水 教你如何往上加望 我是華人界的風水達人 真的 也藉由這個好房子 來一探中國人風水的號碼 古早味的青草茶 喝一口保證解渴透心涼 眼前 反覆浮現那個風吹草地 見牛羊的一個情景 我看到一整群的綿羊耶 再到峽海城隍廟求姻緣 順便學學如何找桃花 求姻緣 我很需要耶 而且你那麼虔誠 我相信應該會應驗的 接著來復古的約會餐廳 感受一下老台北的浪漫情調 保證讓你幸福滿滿 不需刺行喔 好運 湯湯 今天來到了就是一個 懷舊的台北老料理 真的 這裡真的是古色古香 老師 這裡到底是哪裡啊 這邊就是大稻埕廣場 俗稱永樂市場的步步步步式 就是半年後那個迪化街附近嘛 對 忙要完步之後要怎麼樣 就要吃飯 吃飯 吃飯 所以我們今天就是要來一個 老台北的懷舊之旅 尤其是 我說詹老師啊 你也太快破梗了吧 一下子就把我們迪化街這邊 最有名的小吃給爆出來 話說這家土拖魚羹啊 一賣就是50多年 道地的南部口味 陪伴著不少北上打拼的人成長 直到現在還是每天 生意形容 所以說朋友啊 若想來到大稻埕 絕對要來試試看 這種懷舊的煮味喔 50年的老店喔 土拖魚啊 我超喜歡土拖魚羹的耶 海水的嘛 半深海的 4到6公斤最值得吃的時候 而且人家說這種土拖魚啊 太大隻啊 那個肉感就不好 肉質就不好 哇塞 好像在海洋中這樣漂浮的感覺 整個嘴巴仿佛被土拖附身的感覺 被附身 這種浩泰自由的 那種莫名的快感 在那一瞬間爆發出來的味道 真的是這個 土拖魚的羹好吃的地方 老李真的很誇張耶 可是它這個土拖魚羹啊 真的很厲害 因為它這個土拖魚啊 吃下去的時候 它皮啊還是會有點脆脆的 裡面是沒有刺的 沒有刺就是一種浩瀚自由的感覺 沒有恐懼的感覺 而且其實吃得出來 它那個土拖魚很新鮮耶 當然新鮮啊 就是浩瀚自由自在嘛 已經無所拘束了 吃這米粉你看到沒有 這米粉 這米粉好像 那一接觸那一瞬間好像 親吻到少女的髮絲感覺 不懂莫名的愉悅你知道吧 我知道 那一瞬間綻放出來的那花朵 彷彿感受到做米粉伯伯的辛勞 化成一朵 那樣的一個花朵 綻放出那個感覺 老師我突然想到一件事耶 其實吃這個土拖魚羹呢 可以加一點點醋 更好 少女的促進 代表對愛的執著 我喜歡 是的 這一碗土拖魚羹 除了湯頭清甜無比 裡面的土拖魚 更是先經過了裹粉酥炸 酥酥脆脆的外皮 包裹著鮮嫩的魚肉 再配上清爽的湯汁 真是有夠美味的 而且啊 這裡的小菜也同樣很精采耶 新鮮直送的炸魚卵 每天限量供應 賣完了就沒有囉 這個應該就是那個 土拖魚子 很少吃得到土拖魚子 它這個土拖魚子 跟一般你吃到那種魚子 外面吃到那個魚子不太一樣 外面吃到有些是炸魚子 或是一般的魚卵 它土拖魚卵 你會看到它裡面 它的魚脂是很密的有沒有 所以它咬起來口感是比較扎實的 對不對 然後可是它扎實 你還咬下去的時候 還是可以咬到那個魚脂 一粒一粒那種薄薄薄的感覺 有千鈞萬馬奔騰的感覺 在嘴巴裡面一直在 這就是不可多得的美食了 好 那你要不要吃看它炸的 這就沒有丟到湯裡面了 它那個表皮你看我咬下去 它都還是那個酥酥的 而且它這個其實是土拖魚 它只沾一點點粉就下去炸 然後裡面的魚肉 趕快給它看一下魚肉 簡直就跟雞肉一樣的那樣的感覺 它就是好大一塊有沒有 它的魚肉是那種一片一片的 而且外面現在很多那個土拖魚羹 它都因為要節省成本 所以它會用那個馬家魚 來帶去土拖魚 可是其實馬家魚吃起來 口感就沒有土拖魚 沒有這麼好吃 沒有這麼嫩 軟硬適中 口感又好 因為是沒有魚的腥味 加上它大的技巧又好 外酥 內又甜甜的 魚的甘甜味道完全出來了 因為它是屬於深海的魚 湯好清甜喔 清甜喔 老師 那吃完這個土拖魚羹 你要到底是哪裡 我帶你去一個非常特別特別的地方 特別的 有私骨風情的地方 私骨 你怎麼了 私骨不太好吧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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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亂正綱嗎 思念 思念懷骨懷舊的地方 喔 有你怎麼那麼負面的地方 思骨很嚴重 思骨很嚴重 那就好 趕快走吧 走 來 你不是說要帶我去一個 屍骨之情的地方嗎 是一個非常懷舊懷骨的地方 喔 那到底去哪 人之所以會長壽 是因為八字好 習慣好 營養好 房子之所以能夠長長久久 代表它的風水 隔離 氣場好 所以房子也有所謂健不健康 正常房子50年80年就要翻建了 對啊 超過百年的老宅 一定是風水極佳的 所以老師你要帶我看的是 超過百年的老房子啊 就是你現在站在這個地方 欸 我現在站的這棟就是 是 沒錯沒錯 營營你可別驚訝啊 我們現在站的地方就是迪化街上 擁有百年歷史的林家古厝 話說這裡啊 不但是大道成最早的商店 還是一家命相館 所以啊 帶你們來這邊 沒有別的就是要朝聖一下 一等一的好風水 我是華人街的風水達人 真的 也藉由這個好房子 來一探中國人風水的奧秘 這是客廳的大門 大門向外看出去這個掛像 車水馬龍 車潮前潮不斷 前面是放了很多珍貴的補品 代表財富的意思 財富的意思 財富的意思 往這裡走進來 前面大門前面是開闊 車水馬龍 進來這邊 是不是我們說的 忠明堂也開闊平整 左青龍 左青龍要高 要動 要堆 貨物高高再上 這樣是好的 代表我們所說的千克萬難 右擺虎聚財要低 左高右低虎聚財 在這個地方 就是一個接待賓客很重要的地方 那麼那邊是不是龍水 這邊是虎街 那麼源源不斷的車潮前潮採水 就可以迎面而來 所以這是屬於住家還是店家 所有的住家店家都以此來看 而且你看 天羅 地網 高 而沒有壓迫 代表步步高升 無遠佛界的意思 除此之外 精彩的在後面 老師你剛剛講的意思是說 我們客廳如果挑高也是好的 如果能的話誰不願意 然後再看這邊是龍邊對不對 對啊 龍邊是不是冷氣 燈光 還有我們說的富貴的牡丹 對耶 包括現代的電視 還有冷氣 都代表影像的洞跟氣場的洞 虎邊是不是要低 對 這邊是放矮桌子的 所以這邊接待賓客 我坐這裡 後有靠 左右紅圓 迎接賓客 歡聚一堂 再過來就是虎邊是不是聚財 那這虎邊是不是有個樓梯的踢包 對 一般人會把踢刀外露 它既然把它包起來了 那麼就不見刀 高人指點 高人指點 除此之外呢 我們再往前要進三步到五步 這就是多了一個財庫 又一個啊 虎邊是不是財庫 剛剛是一財庫 對 這邊是二財庫 所以這邊能夠盡手 盡盡地守住你的錢財 蘇草飄啊 蘇草飄 還有很怕宅內不夠明亮 這是陽宅不是陰宅對不對 對啊 所以打開一個天窗 說亮話 這就是古代人家說的天心啊 正好我們說了 可以直接照料到這個地方來 所以開這個天窗 對家裡的運氣有好處 非常地重要 妳看看妳看看 這什麼 這是不是廁所 茅房 這是廁所 廁不沖罩 廁不沖堂 廁不沖門 對耶 所以虎邊不怕臭 所以我繼續往後退化 老師怎麼會這麼厲害 這厲害了 而且中間這段 往往是居家風雪裡面 比較暗的部分 它把它開闊為一個 我們說的類似的後花園 就種花花草草 那麼前後都有光的照耀 就不至於現為陰宅 而是陽宅 梅蘭竹菊 春夏秋冬 百花齊放 照耀隆邊 代表千克萬來的意思 這邊有事妳看到沒有 百花齊放 綠意阿蘭 生機無限 這種這麼好的氣場的房子 去哪裡找呢 老師這個小東西好漂亮喔 這是什麼樣子 隱隱打開了潘朵拉的盒子 引來了一陣天搖地動 究竟接下來 兩人會發生什麼變化呢 對 這是女生喝的 濃濃的嗎 對 濃濃的 味道還不錯 阿蘇 這青草草 是不是喝起來很爽口 就像那個青草一樣 就是正正當當的 就是去拜的 什麼正當 我剛剛好不正當 沒有 又沒偷人家東西 老師這個小東西好漂亮喔 喔 這什麼啊 怎麼怎麼 好奇的營營和詹老師 一不小心穿越回了60年代 化身成為時髦的大小姐 以及忠心耿耿的長工 一同漫步在大稻埕 重溫那含蓄 是勉腆的時光 阿忠 我們今天要來幫老爺買一點補品 應該啦 老爺的身子不好 我們要有反捕的心 他從小幫我帶大 你們收留我 我是非常感動 這麼多要去哪裡找 就是這一家 你也懂啊 所有高貴的中藥都在這裡 我怎麼能不懂 老爺的健康 我們就活得更健康 阿忠不會我一定還好 而且我能夠服侍大小姐 也是我的榮幸 是這樣也沒錯啦 那阿忠我們就趕快進去吧 好 小姐 謝謝 阿忠 那天畫了就像 很多人在泰海男女社說不清 這樣不好 是是是 那小姐抱歉 你好 是有什麼嗎 我想要幫老爺抓一些補生的 補生的 那食泉大補湯好不好 這一組非常好 在以藥材聞名的迪化街 買到的食泉大補湯 肯定是品質優良 特別是這一家常供阿忠 指定的百年老藥鋪 保證是真材實料 童手無其啦 這是什麼東西 這是熟的 這個是百年傳承的藥體 我看我很熟的 就把它包回去吧 好 我常吃 所以是好的 OK的 所以你看我聲音這麼樣的 聲如紅中 氣如紅中 看沒有 真吃這組的 我沒想到 難度的男人就是靠這一隻 你在抓藥的時候還挺帥氣的 開玩笑 老爺子健康 我們也跟著健康 是啊 不然老爺子平常對你這麼好 他把我勢如己出 就像自己的兒子一樣看待 我對他毫無私心啊 你知道吧 這樣就對了 對 好了 謝謝 那小姐妳平常可以喝一點那個 就是飾物啊 可以保養身體 我也有保養嗎 對啊 可以試試看嗎 可以啊 這個有煮好的妳可以先喝看看 謝謝 我幫妳拿去 謝謝 有點甜甜的耶 對 而且沒有重要的苦味味 對 濃濃的吧 對 濃濃的 味道還不錯 有酸的沒吃的味道 這個男生也可以吃 可是我生人啊 我生你的命這樣子 沒有 可以可以 男生也可以吃 可是我真的 不用再開玩笑了 嚇死我了 我也沒變成 男生也可以吃 所以其實大家平常來到梨化街 這個地方 就多多逛逛這些藥材啊 然後這些年貨啊 這些乾貨店對不對 對對對 奇怪了 阿忠 我喝完這個酸霧湯以後 怎麼 你有點熱啊 我們小姐的體質 雖然純情如玉女 可能是浴火焚身了 我有點想交男朋友耶 這種狀況 每每午夜夢回的時候 我也是常會有那種 脹熱的感覺 妳等我一下 我幫妳去哪裡 要回來 去 阿忠妳去哪 阿忠 阿忠 可以... 你在做什麼啊 我要學神農室 藏百草 結妳的浴火啊 阿忠 你笨死了啦 人家這裡有煮好的青草茶 你幹嘛還這樣吃啊 還有現成啊 你來啦... 喂... 神農室藏百草 虧妳說得出來 不過想要這樣乾火 真的沒那麼麻煩啦 在大稻城一帶 就有很多家古早味的青草茶 只可又透心涼 一定要來試試喔 老闆 不好意思 給我們兩杯青草茶 好 降火 降火的 降火的 我們大小姐浴火焚身 乾火又忘 脾氣不好 希望能夠解除這樣的困擾跟病痛 阿忠 我有脾氣不好嗎 還有口乾口臭的感覺 我有脾氣不好嗎 一點... 還沒有喝還不知道 希望能夠改進 好 好 其實真的乾火不好吃 那怎麼辦 我們一起來喝吧 我們來喝喝喝看 眼前 反彿浮現那個 風吹草地 見牛羊的一個情景 我看到一整群的綿羊耶 阿忠 阿忠 這青草茶 是不是喝起來很爽口 就像那個青草一樣重現 而且它一點點的甜 然後它不會說非常非常甜 然後那個青草的味道好乾喔 對不對 對 我喝了都忘了自己的生肖了 我都忘了我自己的生肖了 你生肖是屬什麼 我屬蛇 可是我喝了我覺得我自己像一口羊 好好的喝這個 妳看 都沒有口臭了妳看 不是 都是青草茶的香味 我們走吧 等一下啦 阿忠 我還是想要就是正正當當的 就是去拜一個姻緣 會不會偷人的東西 我還是想要去拜個姻緣啊 去找個面子 那妳說對 大小姐 老爺子對我恩重如山 事如己出 那邊有一家城隍廟 月老廟 我非帶妳去看一下 太好了 走走走 你們看這家店有沒有 就燈稍微有調亮的空間 這個時候愛一點 而且有一點小小的路衝 所以她用 我们手作的装扮化妆桃花 来给你做建议 好啊 女孩子的眉毛 历史悠久的迪化街 有着不少古色古香的建筑 在前往月老庙的路上 就让我们来个古籍巡礼 看看这些老宅 是不是都有着绝佳的好风水呢 周 逛街就逛街 你都当希望什么了 你也知道我时常偷偷在看风水的书籍 我在印证这个店面 你看这个店 名堂开阔 有没有看到 像宅如像人 整个店面是明亮的 又放那么多高级的一些中药 势必是赚大钱的 干货 要富贵就要摆一些富贵的物品 所以 周恩 我可以跟老爷说 家里摆一些这个瓶瓶罐罐 里面都装干贝啊 燕窩啊 这是店面的风水 你要仔细听啊 小姐 所以家里不可以这样 你看这个店 你看到没有 满满都是燕窩耶 明亮啊 就像一个人脸洗得很干净 容光焕发 容光焕发 春光浮面的店啊 你看这个美丽的店员 后友物依靠前面是开阔的 这个珠雀赚大钱的 难怪门口都停名牌车啊 对 那是我的啦 不是 我理想中的 好 我理想中的 好 好 好 你看这家店有没有 就灯稍微有调亮的空间啦 而且有一点小小的路冲 所以它用八卦来把它化解了 所以 我们为它高兴 老师您说的 是上面这一个 对 对 对 我们放眼望虚有没有 你看看 每一家的灯光有没有 都是亮的耶 明亮度不一样啊 所以花小钱照亮店面 就代表好的春光浮面 像当自己的脸打光一样 对的啦 阿姨啊 没想到你懂这么多耶 饱毒丝书 就在此一刻 绽放出自己的智慧的光芒 所以你做长工 这是委屈你了 来 急着吧 手好痠哦 大小姐 这是我应该做的 是 走吧 拜月老 求姻缘 可是逛嫡化街的重头戏 这座香火鼎盛 沙海城隍庙 每年都促成无数对家 我看盈盈小姐 阿中带你来这趟 真是来对啦 哎呀 大小姐啊 你是黄花大闺女啊 南大当婚 五大当驾 可是我没有对象啊 你再不嫁老爷子 可是烦恼的 我也好想交男朋友 我感觉了出来 你这体温一直上升 我也很烦恼 你爸 这家什么吗 妙女朋友 非常地灵业 是 拜 刚刚那个善男婿女 求好姻缘的 啊 求姻缘 我也需要 而且你那个前程 我相信应该会跟你应验的 可是我不会拜 为什么 我们当然会请专门的帮我们做一件事 好不好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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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叫大小姐 是 你去我的医院 请你教她怎么拜 好 那就跟着我一起进去吧 太好了 那我们里面主神是城隍爷 那岳下老人就在这边 那我们就心中跟着我默念 城隍爷做主 岳下老人帮忙 众神明保佑 然后就默念自己的姓名 出生年月日 住址 然后还有你要祈求的对象类型条件 要跟岳下老人讲清楚 到时候有订婚结婚的时候 我们再拿喜饼来还愿 大小姐 你最需要这个的吗 是啊 我现在好好的拜一下 希望你找点好识成双 谢谢 下保人家 那我们最后就是这个 古代跟红线我们过香辱 顺时东绕三圈 好 这样就完成仪式了 Yeah 好 谢谢 辛苦你 那就祝福你了 谢谢 阿忠 谢谢你带我来 我求到我的姻缘线了 大小姐 这是一般的版本叫做信仰桃花 其实我还有更重的口味的 来帮你补印 阿忠 那你怎么不早点跟我讲 老爷子对我恩重如山 我也不能暗侃 对啊 我们从我们所说的装扮化妆桃花 来给你做建议 好啊 好啊 女孩子的眉毛 弯而圆 弯而圆 代表人脉桃花 那么带来更多的朋友 结合好的姻缘 如果有画个双眼皮 也代表深情桃花 哇 第三个 吃藏 擦口红 红也代表我们所说的 要开口桃花 我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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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比它主动一点点 耳朵代表福气 戴上红色的耳环 也代表享受天伦之乐的 装扮桃花 哇 那除此之外 也要注意口齿 齿腔的卫生 以免破功亏一篑 所以不能有蛀牙 口臭等等的毛病 那其次再给你加码 老爷对我恩众如山 真的 我从风水桃花 来跟大家建议一下 也就是古代有和和二神 那么我们用红色的布 红色的纸 写和和 和 和 两个字 贴在和平的和跟合作的和 和平的和跟合作的和 贴在床铺底下 在任何庙的天儒转三圈 代表福气和和 用白纸写还是用新纸写 红纸 红纸 谁让和和二神贴在床底下 这是居家风水开桃花的第一 第二就是床旁边 要放一个红色的地毯 每一天下床 下床 下床 就踩在红地毯 红地毯 其次床单用粉色系的 暖色系的也会开好桃花 如果加上百合花 也是百年好和 百年好花 这就是风水桃花 其次 第二 把这个 这个叫做我们说的子女圆 染成红色的 以前女孩子出去戴摆的时候 中秋的时候 中元的时候 过年的时候 或元宵节的时候 攔子求情 他把我攔子了 有这个谐音 就是把它攔成红色的 再来暗示的 我是代字归宗 有暗示别人来追求的意思 好像印度的有没有 而且这个红点有价没有价后 手刮一种显示个人身份 一种做法 那牵红线 你刚才拿红线对不对 对 我红线 还有高级版本的 用一条红色线 找七个贵人 一个人打一个 一个人打一个 打七个结 七个结 结七夕 结贵人的意思 再到庙里面的天儒 过 火 三圈 那么 这么多的开桃花好方法 势必使你人气上扬 而且更加的散发出魅力 无论能挡 因为我都有用这方法 阿忠 我怎么又叫你 你觉得你越帅气 你好专业哦 难道是越老 马上就起了作用了吗 阿忠 大小姐 你好帅哦 我们是别人的下人 你不要这样子 大小姐 下人没关系 我喜欢 大小姐 老爷子看了会误会 阿忠 大小姐 阿忠 你这样子 大小姐 阿忠 老爷子会 大小姐 不要这样子 大小姐 你要去哪里 大小姐 我差点跌倒 大小姐 这个通心面 通心粉 表示我们心灵相听的意思 好喝耶 好喝啊 才一片吗 不会吧 你把唯一的一片一片我了 不会吧 老板 有啦 有啦 刚刚还有别片 吓死我了 这个时光 倒流还是神经错乱呢 小钟钟 你到底来这里干嘛 大小姐 我把三年的积蓄就要用在这一餐了 我希望跟你留下美好的回忆 这是吃西餐耶 这是台北最高级最顶尖 最有怀旧风的一个餐厅 你好有心喔 谢谢你 真的是月老的帮助 那我们赶快进去吧 在台北吃西餐不稀奇 不过这一家啊 却是历史悠久的相性餐厅 营业到现在已经快要80年了 不只店里头风格相当怀旧 吃到的美食 据说也还保留着 数十年前的原汁原味喔 大小姐 嘿 能够有这一餐 真的是我修来的福气 你存了很久的钱我知道 对 你真的好有心喔 十年修得同传度 百年修得 更久了有吗 你看看这个鸡 你怎么知道我最喜欢吃鸡了 因为吃鸡 鸡 可是我 鸡肉的鸡 我知道 我这样跟你说 可是我现在正在练鸡肉 为什么我的是咖喱 咖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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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塞 你看 就是咖喱话的意思嘛 对不对 有这样的一个隐色的谐音 是喔 哇塞 这咖喱在这边是很有名吗 上旋的鸡腿 那我 脂肪都去除了 你看它的饭 好特别喔 西餐里面还加肉松 有一点沟渣的 听说这家餐厅 是非常非常时代久远的是不是 对 至少也三五十年以上 1934年是民国二十几年的事了 对 而且你看看这个肉 牛肉 是这样说的 你看它的牛肉 你看它的弹性 小钟钟 你带我来 还没有吃 就感觉那个牛 在草原奔驰的时候 那个牛腱的伸缩的感觉 它好香喔 是不是 QQ的对不对 它的那个牛肉 它其实外面一层 它煎得稍微有一点点的焦焦的 对 它里面的肉很软嫩 而且你可以吃得到那牛肉的汁 这煎得很香耶 只有咬到牛肉的感觉 却没有牛筋的那种味道 感觉不用另外再加什么 就是调味料 对不对 就够了 我来吃吃看它这个有名的咖喱饭 这个通心面 通心粉 表示我们心灵相通的意思 心灵相通呢 很瘦 我来把你吹一吹的给你吃 它的那个奶味很重耶 对 吃奶也是补 补 这个 蛋白质 蛋白质 来 您再吃一个 等一下 小钟钟 我们做下人的能够为你服务 你吃这么多 全是修来的 我怎么好意思饿到你来 你吃吃看这个咖喱饭 大小姐 折扫我啦 老爷子看到 这怪我的 怎么样你觉得呢 我突然想吹笛子 为什么要吹笛子 仿佛置身在印度的感觉 对 它这个印度咖喱 可是它的味道不会说很重 对不对 我好喜欢这种味道 一点点甜甜的 那高级莫名在印度吹蛇的回应 吹蛇 就吹笛子 因为它做得太入味了 就非常非常的印度味道 对 话说这鸡排咖喱饭 可是餐厅里超级热门的菜色 浓浓的咖喱香气 结合了印度与日式口味 搭配上鲜嫩无比的鸡肉 美味指数满点 而超级丰盛的A餐 不断吃得到热腾腾的牛排 还有面包 浓汤 鸡尾酒来搭配 再加上这盘新鲜的鸡虾 简直是太享受了 你真会挑 怎么知道挑这一间 那这样好了 我为了圆这个梦 我吃了三年的钱 辛苦你了 然后这三年我看你每天 省吃俭用的 对 西北风 然后配我们家的菜香 不要再讲了 来 我切切这鸡虾给你吃 哇塞 这鸡虾 看 从边边这样子 天哪 所以这鸡虾跟你的牛排 是一个套餐 一个套餐的 对 就等于是所谓的海陆 对 来 一人一半 你先吧 我想一口吞进去 你想被你这样讲 不要这样 一人一半感情不散 对 小钟钟 擦一擦 我们很保守 你忘记了我们还在演戏 你要入戏 不是 我们这个时代的人都很含蓄 不要这样嘛 它这个明虾 它肉其实就是很紧实 对不对 然后你可以吃得到那个明虾 虾的那个甜味 对 重点是它的酱料很特别 对 我还吃不太出来这酱料是什么味道 有点糖醋的味道 至少它有加番茄酱 对 它这个虽然是西餐 可是它明虾的酱用的很特别 它用的是有点酸酸甜甜 感觉有番茄的那个味道 对不对 怎么了 你看 有虾的感觉 那种含水 吃了以后你就升红火虎了吗 对 太好了 好棒的虾 这家西餐厅真的很有味道 我听我爸说 这家西餐厅是很多人向心选未来一半 另外一半的那个定情的餐厅 我早就打听到了大小姐 所以你特意带我来这里 是为了 在老爷子身体不好的时候 我才有机会下 什么 下约请你来这边 下行铁 对对对 不要我来这边吃吃饭 不是下徒手不要误会 有有有 而且你看看 它其实一个套餐啊 好多东西喔 这个汤呢 这里面有那个鲍鱼对不对 有鲍鱼的玉米浓汤 对 在这里在这里 对不对 好喝耶 好喝啊 才一片吗 不会吧 你把唯一的一片 不会吧 有啦有啦 刚刚还有别片 吓死我了 鲍鱼虽然说不是很厚 可是可以吃得到鲍鱼的鲜味 对不对 那浓汤 玉米浓汤 它这个玉米浓汤 是属于勾芡比较重的那一种 对 那奶香味呢 蒜充足 对 你看它的配菜都很特别 它这个沙拉上面还有一只鸡翅 对不对 它这个其实是有一点点东方味道的西餐 我觉得啦 不要再讲了 对 我觉得要等这一刻 来西餐厅一定要喝杯酒 我们现在就交杯酒了吗 那这样老爷知道还得了 不要讲一些煞风景的话 好的 酸酸甜甜 有恋爱的滋味呢 可是时光倒流还是神经错乱呢 怎么会发生这些奇怪 无法接受的事实呢 你的无法接受的事实是说 还是要饭后9加9 活到99 我们去三个步吧 小钟钟 9加9等于18 饭后走一走 活到99 不是 差点把自己的习惯讲出来了 你是说9加走的意思吗 饭后走一走 活到99 走吧 来 好吃 好吃呢 饱满不湿 对 好浪漫喔 小钟钟 你怎么知道要带我来这种地方啊 你刚刚在那边一直看一样东西 久久不能质疑 其实我已经偷偷帮你买回来了 我相信你一定很喜欢 潘朵拉的盒子又再一次的 被这两个人给打开了 这一回阿丁换营营 又会穿越到哪个时代呢 里面是柠檬的 里面还有桑葱呢 柠檬的皮 桑葱我刚忘记 这个老人吃的 把它做到那个疑性口味的 怎么样加莱吧 加莱是不是 老板 我刚刚有怪怪的吗 只是有点异臭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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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怪怪怪 真的 老板 你刚刚在那边一直看一样东西 久久不能质疑 其实我已经偷偷帮你买回来了 我相信你一定很喜欢 你干什么呀 你干什么呀 哪女受的不亲啊 你干什么你啊 好恶熟的一句话 好啦老师我们已经回来了 回来了喔 要再演了 我们刚才经了一段很奇幻的这个 台北怀旧之旅 那我跟你说居然回来了 有另外一个地方我一定要带你去 强力推荐的店 你特别强力推荐 怎么说 我带你去看你就知道了 好 快走 走 似曾相似啊 隐隐强力推荐的店啊 不在大道城 却同样有着老台北的风华 那就是近几年新兴的 华山一文特区 这里可说是时尚文青 朝南朝里的最爱 不过在日治时代 这里其实是座酒厂 而我们今天要品尝的 使大人小孩都尴尬的冰淇淋 谢谢啊 老师要试一下 可以吗 可以试吃吗 可以吗 不和你试吧 快试吃啊 好吗 很好吃耶 妈... 我真的 老师 在台北是不是味道 你不要这样啦 你口一口的 不算你 吃那么大口的 它味道好痛 我... 老师是不是可以试吃很多种 老板娘是可以每一个都试吃吗 我吃点芝麻的 我把芝麻的来 你要黑色的喔 你看看 我跟你讲 我知道你 这种冷冻东西 有什么用金属装你知道吧 这就有学问了 不知道 为什么 用金属的问题 这般的东西冷冻 我们是美食节目也是开运的 第一 要把食物铺平 冷冻起来会比较快速 第二 用金属容器来装 冷冻也能够加速 第三个 在袋子里面的时候 袋子里面 东西都在里面的时候 真空啊 真空 也能够加速它急速冷冻的速度感 其次就是熟食比生食 更容易快速冷冻 这是老师读传的 思传五行的秘法 你是说冰淇淋这个 都是快速冷冻就对 它的气氛是金属的 對啊 除了冷的传冻之外 也能够加速它冷冻 老师 你刚刚吃那芝麻 你吃完以后你讲话 我都闻到那芝麻的香味 真的吗 好厉害 那我要一个抹茶的 抹茶 不要一直点吗 我们通通来 通通来 来煮泡 抹茶 百香果 幸福微醺跟檸檬 老板娘 你连飘跟都好可爱喔 这个微醺是什么东西啊 微醺就是桑桑 然后我们加上薪衣炒 薪衣草 薪衣草加桑桑 冰淇淋去吃 然后晚上吃的是芝麻 我们台湾本土 品牌的那个芝麻 然后我们去做调配的 然后再加上牛奶 去做的一 faster冰淇淋 我觉得吃冰淇淋 大家都高手 可是吃起来的时候 那你融化那一瞬间 有沒有 他还是浓浓的那个香味 在口齿之间 是确定的 第二個我覺得最重要的是 你沒有去染色 沒有染色的冰淇淋 吃起來不但口感好 而且是真實的原味呈現 我覺得這個滿加分的 而且老師 我跟你講 你知道這個桑胜超厲害的耶 因為我在裡面一直吃到 那個桑胜果實的顆粒 所以這隻真的水果去打它 而且... 而且他剛剛咬桑胜的時候 啪啦啪啦聲音會跑出 桑胜...好吃嗎對不對 對 真的 一粒一粒的 而且它這個桑胜就是酸酸甜甜 吃得到那個水果味道 很清爽耶 我就是不會像一般吃那種冰淇淋 覺得很厚重 很甜膩 對 超好吃的 你快吃到那個 那個是什麼 百香果 百香果是土裡的百香果 台灣的水果 所以你每一個冰淇淋的產地 都來自於不同的地方 都是來自於台灣的地方 看到沒有 頂尖的產地就對了 裡面有百香果粒耶 那不然呢 會有西瓜粒嗎 也是喔 那妳為什麼百香果粒 很不打碎 我想請教一下 其實打碎的話 會有很多渣渣的那種口感 會有點卡紅 所以把它讓它呈現原力 出現很好 對 它這個冰淇淋它的那個口感 就是像義大利式的冰淇淋 義式冰淇淋對不對 它就是感覺起來 不是像一般牛奶的那種冰淇淋 一樣很黏稠 其實我們是水果類的 我們全部都是用水跟水果 完全沒有加牛奶 沒有加牛奶 就是牛奶類的 然後芝麻跟巧克力 香草這一類的才是加牛奶 所以我本身也喜歡吃水果冰 我都是用荔枝剝完之後 直接結冰 吃起來也不加水 對 那是我們土法煉鋼的方式 這是抹茶吧 對 抹茶 這也是台灣產的抹茶 台灣原產的抹茶 它的顏色都不是很鮮豔 就是它不是有色素跟香精在裡面的東西 就是感覺起來吃起來 很像在吃水果一樣 真的 而且是冰的水果 而且能夠存放很久的水果 檸檬的很好吃耶 好好吃吃看 不會 它檸檬的它其實 你如果真的很怕酸的話 它檸檬其實不會酸 而且你吃得到檸檬皮 對不對 我挖一個點看 檸檬的檸檬 又是 檸檬的 對 來 芝麻哪邊的 芝麻是大內 大什麼 大內 大內喔 你看 檸檬呢 檸檬是檸檬的檸檬 檸檬 它那個桑色呢 檸檬的皮 桑色的我都忘記了 這個老人吃在一起 幫他做好那個銀杏口味的 真的耶 老師你超適合銀杏口味的 老師這個銀杏口味的好不好 基本上我跟大家講 既然你要好運吃透透的 一個原則冰就是水 水就是冰 在五行中它就屬於水性 很多人說老師 我吃冰的會不會太寒 我是寒冷底的 我就是耶 妳是冷感 它冷感妳是冷底的 我是冷底 冷底的 就是冬天手腳冰冷啊 對... 那麼如果你加上如果是黑色的話 叫做水水相生 那麼這個冰的穿透力的能量 是更強的 所以你要有所保留 白色本身看起來是白色 在五行中是金 金水相生 但加強水的能量 當然你自己如果說 需要水的能量的話 你可以又接著來加分 這裡面只有兩個顏色 是比較吃起來是冰 可是在五行中 沒有那麼強的冰的能量 就是水土客 火水客 所以這個屬火 這屬土 吃起來雖然很冰涼透心 但是不至於有冰的那種 所謂能量的一個影響 那這本身叫水木香生 綠色也是非常好 適合吃冰的生肖的人 讓自己柔情似水的 首選就是我們說的 屬豬跟屬老鼠 感覺上脾氣不會暴躁 吃起來降降我們這個火氣跟血壓 那麼對人 與人處事的話 是加分 是牽合的 是柔情似水的 當然老虎跟屬兔 吃這種像水性的冰淇淋 冰塊 水 飲料 都是增加自己的一個 牧水相生 財運的恆通 那屬狗的呢 屬狗就是土 水土相克 還是少吃為宜 什麼 就不要過量 還是要吃 妳個人最喜歡哪個口味 我的客人最喜歡 妳個人... 我個人最喜歡這口味 芝麻 那妳是什麼生肖的 我是屬兔 屬兔 水目相生 芝麻屬水 妳本身是屬兔 就像一棵樹 芝麻的水滋潤的根部 讓妳更加的向上成長 一直像四棵樹一樣變大 一直變大 所以 柯庫的路人跟客人 老師 老闆娘先生在旁邊 怎麼樣 叫他來吧 叫他來是不是 叫他來是這樣 老闆 我剛剛有怪怪的嗎 有怪叔叔嗎 老闆你過來啦 你過來 我這樣子 他說我怪怪的 他說你在那邊 只是有你意湊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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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 老闆你們兩個這樣更快 原來老闆的性相怪怪的 我突然就有感覺了 不過他是老闆啊 你剛揉我這邊 我突然有感覺了 我也有 我不知道為什麼離... 為什麼我會離婚纏 為什麼我結婚啦 不是離婚 好 唉唷 大家說為什麼我想在這邊開冰店啊 其實我自己本身還蠻喜歡吃冰淇淋 是 那我們到了世界各地 嘗試了很多不同的冰淇淋 那最後在這裡文創園群 用台灣的水果 做出最好吃的冰淇淋 給大家 唉唷 愛台灣啦 是 對啊 因為我知道老闆自己本身 還有很多其他的工作嘛對不對 工作的版本 我想說開了間冰淇淋一點 對啊 每次看到大家吃冰淇淋 那種很幸福的笑容 他最開心 好疼老婆喔 老實你看一下老闆這種面相 就是跟大家講一下 就是疼老婆的老公 大概要長什麼樣了吧 這個重點來了 真的 會不會剪掉 不會 先 就是疼老婆的老公的面相 就是先把詹老師的臉 面相去除 不剪了 不剪了 快點來 快點 老師教一下嘛 基本上陳老婆一個原則 夫妻公看這個鼻 鼻子 鼻頭有肉 鼻孔不外肉 鼻子挺 通常也不能太挺 不能有結 那代表夫妻的互動是加分的 第二個 魚尾紋 如果魚尾紋越多的話 代表夫妻的真質 真草會比較多 那它本身是沒有的 對啊 它沒有什麼魚尾紋 第三個 你看夫妻之間 除了夫妻之外 還有炒飯生活對不對 你看它人都滿生的 所以它善於炒飯 謝謝 所以帶一個老婆很大的 這方面的幸福 這樣 老婆一定要 因為我自己跟妳一樣啊 最好是因為 張老師都沒有這些面相 我喜歡吃的時候 突然覺得人中很炒 老師也不要再這樣一餐囉 而且很會炒飯 酷酷到這個人中 謝謝老闆... 謝謝老闆娘 今天超好吃的 謝謝 好的 謝謝啦 好 不要太裝 要我 剪頭髮是不是 為... 把三千凡老師通通剪掉 為我們的新的節目 再做一個新的廚房 好來 可以嗎 好來 鼓 我自己叫啊 你自己叫啊 來吧 你自己叫 來 今天是懷舊風 懷舊風 真的耶 老師這裡鼓色鼓香的 好棒喔 一定要到虎豬跟老豬喔 好 多老 吃不能老 口感一定要好 這裡不會有用嗎 有名的在 三四年老店喔 好 那我新的廚房吃土都會乾 走走走 帥耶 再來一次 爛 怪怪 爛死